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趙孟芙 每日一致 今天要看的是這一個 儀 這是 儀 禮儀的儀 那我們來看楷書的寫法 左邊是一個單人旁 要寫長一點 右邊是一個 益 道義 益齊的益 過來 底下是一個我字 這要拉長 這歌不要拉長 這樣才會站得穩 一般只要有這歌都會拉長 那右上這點個大顆小都可以齁 只要不要太誇張或是太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寫快一點連貫性 有時候會省略 就是說這個書畫省略齁 然後筆順就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一 二 三 不上去了 直接過來 然後再橫畫 再寫這個書畫 就省了一個筆畫了 然後再帶過來 再寫這個歌 歌就不用寫那種高了 同樣的在我們行書裡面蠻多的齁 要注意 當然有時候它高一點點齁 碰到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一種寫法是蠻多蠻多的 好 那再來就是做一些省略 但是這邊呢 就意識一下 第三個就下來了 好 那再來一樣寫這個 右下角的歌 這樣子 好 這辨認沒問題 很多齁 捷徑巧術就這樣 那再來就是意 我們說意的巧術 我們前面有提過齁 就寫成張夢舞這個樣子齁 那但是張夢舞這裡更省略 我們先不要跳得這麼快 好 先來看一下 它還是保存上面是一個羊 但是底下呢 就變成 好 類似 寫一個 我的下面的草索 或者 這個要拿一個字去啦 這蠻多的齁 好 然後再來 當然這一點或者兩點都有啦 那張夢舞呢 是把這上面這裡 可以做更省略的寫法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寫法齁 我就臨摸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參考一下 首先呢 它這人字旁這筆 寫得非常的有韻味 這就是韻味 不是折刷 好 這也是蠻有韻味 就是慢慢有一個擺動 所謂的韻味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 一個有韻味有內涵的 絕對就不是這樣簡單的撇來撇去 當然不是說那樣不好齁 但是有韻味就是 就像一個帥哥美女 她為什麼帥 為什麼漂亮美女 她一定是有一些橘子之間 有一個蠻特別值得耐看的 就像這種一些細節 好 大家參考一下 我現在看來看 好 大家看來看 看來看 看來看